剛剛有被抽到紙條的人 麻煩等一下到那邊跟我領我們的獎品 有小獎品 有抽到你的紙條是不是 太好了 大家好 我叫一安 是這次異歲節90片刻的導演 剛剛已經大家看到的是我們演員做的一個小小的呈現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不是我們的劇情也不是我們的表演 它是我們的排練方式 然後這個排練方式就是即興 就是即興劇的狀況 大家也看到隨時有可能發生新的事情 或者是隨時面對新來的意見 然後他們要去做一個反應 做一個應對即興的表演 剛剛他們我們玩的這個東西 大家也注意到就是我們是抽各位的紙條 然後來變成我們的台詞 這在我們的排練過程中比較少用到 所以剛剛也當然就是有一點小缺失 其實但是還不錯 還不錯 謝謝大家給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那這是我第一次做的導演 真的第一次紮紮實實的當一個從頭到尾的導演 這樣子好好做戲 那我之前都是舞台劇的演員 那我演的有包括話劇、歌劇跟音樂劇 然後偶爾還碰了一下兒童劇 這樣子 目前我講到都是我真的有在上面演過的戲 成人劇目前還沒有 真正的成人劇還沒有 要是有機會的話 我相信有一天也會演到這樣的東西 那我最近一部演出就是剛剛在國家戲劇院結束的沙勒美歌劇 那我本身是學古典聲樂 所以我本身是唱歌劇的演員 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走到這一步 就是為什麼會站在這邊當導演 就是過去這兩年間啊 我從參加焦點 開始對於夢想這兩個字 有一種很不一樣的詮釋 就是當我想到什麼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做 然後我只要做了每件事情 我自然而然可以找到我最想做的事情 然後可以去朝那個方向前進 那我除了唱聲樂 所以我跑去演演話劇 然後我除了唱聲樂 我跑去演歌劇 然後又因為演話劇的關係 間接的被帶到了音樂劇 被間接帶到音樂劇 然後又間接的去參加了兒童劇的這個地方 這樣 然後就跨 一直跨界一直跨界一直跨界 跨到後來我就 我就發現說 我真的很喜歡站在台上演戲的那個感覺 跟著跟著很多的導演和製作人和演員這樣一起活動 一陣子之後呢 我回到學校 我開始對自己的 這個本科 我的古典聲樂這一科 有很大的問號 就是音樂系在大家 大家都應該對音樂系有一些小小的那個 小小的印象 就是大家 就是很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好像每天就是練琴跟練練樂器而已 然後唱歌就練場 然後就 也不會交朋友 也不會跟外戲的人來往 然後女生很多 正妹好像很多 有氣質的女生又特別多 然後好像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才可以進的地方 然後他們好像都是有錢人跟有錢人的互動這樣 然後好像永遠都外戲的要進去都 無法了解說這個音樂學院到底是在幹什麼 因為他們永遠都在裡面 然後聽得到聲音都看不見人 然後每天背著 可能背著樂器拿著譜 然後走在路上會覺得說 哇好有氣質喔 但是他們真的在外面 真的在外面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他們相處 不知道怎麼跟他們打散 因為說實在 音樂系的人真的還頗無聊的 我說真的 音樂系的人真的還頗無聊的 我敢說這句話是因為我是音樂系的人 真的蠻無聊的喔 告訴你 真的除了練樂器跟他們自己的人相處以外 他們真的也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我把這影片寄給你們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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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只剛好今年就跟我們系主任鬧翻 這兩年我接觸很多外面的訊息 很多外面的資訊 很多外面的事情以後 我發現我回不來我自己的科系 我發現我在自己本科系 我自己對我的本科系有很多疑問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不斷的叫我們開音樂會 或者是練曲目 然後考試也考曲目 然後學一堆研究 學一堆古典 就是要研究這些古典音樂的東西 然後我開始問問號就是說 可是我不知道我出去要幹嘛 我發現 我應該說我知道我出去要幹嘛了 對不起 更正 我知道我出去以後要幹嘛 因為我接觸了很多事情以後 我發現我知道我要演歌曲 然後我知道該怎麼走 可是我發現我的學校 並沒有去照顧其他的學生 去告訴他們說你們該怎麼走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選擇 大部分的學生都還是在一個 說我以後畢業就當老師 或者是我就出國讀書 讀書哪裡文憑回來再當老師 或者是就是我想辦法去 當一個家教老師這樣子 那我就有一種很大的一個問號 就是說 對 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就有一個問號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去栽培一些 有理想或者是有夢想 或者是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你至少可以帶他們出去看一看 然後我跟著我的學校的老師 第一個新上任的一個歌曲老師 他想要弄一個完整的歌曲 然後我們陪著他弄 弄到最後就發現學校也不支持我們 就是到處都求助無門 就是需要錢沒有錢 需要場地沒有場地 然後最後要演出了 還要跟我們講說什麼 你們要準時收完所有的東西 然後不然的話你們就 第二場就不用演 然後就是百般的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學校要這樣刁難一個學生製作成這個樣子 然後同樣的在看隔壁棟的戲劇系就是 他們可以排練排練到凌晨四點 可是我們可能排練到九點 然後就會有人來趕你 說趕快走趕快走趕快走 然後就覺得說 這我們戲上怎麼跟外戲差這麼多 就是人家都可以二十四小時 只有我們戲上就是 就是到九點就得結束這樣 然後我自己回來以後 我自己回來就是演完戲以後 然後我自己回來然後我寫漏文 我寫了全班第一塊的漏文 第一個把漏文寫完然後交出去 就交出去交到一半 就發現我的學分 學分有一個學分被那個系主任當掉 然後我很 我就我那時候就很不懂就是 為什麼要把我當掉這樣 就是我有道課 我道課應該沒有那麼差 然後我去跟系主任講 他就說 因為你的作業寫的他不滿意 就是我的作業寫的他不滿意 然後我道課也不是最好的狀況 他覺得說我既然這樣的話 他應該要當掉我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說可是我就差這個學分要畢業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就跟我講說 他跟我講一件事就是說 為什麼你會認為說 全世界要繞著你轉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為什麼你覺得說 你要畢業了我就該給你學分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你以前你在我們學校是 你在我們學校是 你在外面是演員 我就該給你這個學分 你在學校表現並沒有 如我預期的要好 然後就這樣一個打擊 我後來回去想 其實對就是 我如果真要講的話 我並沒有在這件事情上面 會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這一年 我這兩年的時間 把所有的努力都分散在外面 我創業 我創業 我跑去當演員 我跑去當老師 跑去 教一些 教一些兒童才藝班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 其實主任他這樣子罵醒我啦 就是你要把他寄給他 我也沒關係 就是他如果要再罵我一次 我也接受 反正他可能可以再罵醒我一次 他真的 蛤 我告訴你連校長都知道我 沒有就是那個時候我就很氣 我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就是我都已經努力到現在 然後我做了那麼多事情 然後也幫這個學校 或者是我覺得 我覺得也讓你就是 讓你們有面子 然後可是你們卻覺得說 就是這件事情 一點都沒有回饋 可是我自己知道說 這是我自己沒有做好我的努力 然後 就在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我想改變的時候 就是他們找上我 我的演員找上我 就是跟我講說 他們想要 我在外面教表演課嘛 就是你知道 我很多外務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想要演戲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做這堂戲 因為我很搖擺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 專心的再把我的研究所弄完 然後專心的唱歌就好 還是我應該跨界 再去做一個其他的事情 因為我從來沒當過導演 然後我從來沒當過製作人 但後來當導演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剛剛阿楓講的 我的導演就跑掉了這樣子 然後好 我再進來當導演 但是我一邊在跟自己拉扯 就是我到底該不該 我到底要花多少力氣在這上面 然後我後來 好不容易找到那個平衡 去找到那個 跟自己拉扯的那個平衡 你想出去 跟你想你應該把你自己 最大的那條路走出來 但你又有時候要出去去 呼吸一些新鮮的攻擊 好不容易找到這樣的一個平衡以後 我才能 就是我才能舒服服的 站在這邊跟你分享這些東西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分享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就是跟我的主任吵完架以後 我幣製的錢被退回來 我幣製的錢 就是我本來要辦幣製的那個7000塊錢被退回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幹 我就說幹我7000塊 我7000塊本來要出場地就是 本來要那個發那些宣傳單什麼的 就都沒發成 然後我就拿這7000塊 那時候正結不是發生 發生正結的事情 然後我就買了7000 我就買了7000塊的花 然後去那個捷運站裡面發 就發然後發到後來 後來那個東西 東西就被PO出來 然後結果校長看到 校長看到 然後還傳訊息跟我說 喔你做得很好 你是個很好的東西 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然後就 那時候就很想跟他講說 欸 校長可不可以跟那個主人溝通一下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沒有 所以校長其實知道我 然後他後來 那時候應該是你又要講學費吧 所以他覺得不錯 學費你是說 你要再講學費 喔對 就是你知道就多講 什麼 多講學費 你說這7000塊買下去 是為了只要講學費而已 哈哈哈哈 總而言之就是 這是我 然後 我很開心就是這次能夠加入這樣的一個演出 跟我的朋友們做一個 這樣的小 小即興的工作坊 我們是即興集體創作 他不是即興劇 他是在排練的過程中即興 但是在演出的是 一個我們即興出來的劇本 拼湊出來的劇本 所以看起來會有點片段 但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演出 然後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跟我這邊購票 然後 焦點的人 一律八折 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現在 我本來沒有想說要解決錯 但是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講出來了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要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已經說出來 錄影成真錄影成真 焦點各位就是八折票這樣子 然後那個 剛剛有被抽到紙條的人 歡迎到前面來跟我鎖票 然後 對 就是獎品就是票 獎品就是我直接送你一張票 這樣 然後 拜託 如果不管你能不能來 拜託那張票 不要浪費 送給你的親朋好友 能來的人 如果你不能來 拜託你送給你的親朋好友 拜託 我們九月六號七號 十三十四號 兩個禮拜六日 每天晚上的七點半開演 好 歡迎各位 在D Root 休閒空間 在中校新生站 中校新生站 然後當天會有很特別的探病 探病式的劇場 就是每一個演員都是 都算是你的病人 然後你可以選擇 你要探病的對象 你會拿到一本病例 然後會在病例上面 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病人的狀況 然後這就是你的探 你可以對於那個 他的角色的反應 最有有一些了解 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